家属在街上哭得撕心裂肺 但再怎么崩溃 也换不回自己的宝贝儿子 年仅23岁才华洋裔的谢卡里 因为参与伊朗投金革命 遭当局以持武器 伤害民兵组织成员为由逮捕 不料在法庭上受审的画面 成为生前最后一幕 法院最终以仇视真主定罪 惨遭绞刑 是近三个月抗争活动 首名遭处决示威者 联合国谴责伊朗当局行为 表示根本是告诉抗议群众 这就是反抗政府下场 没想到街头上再度响起 熟悉口号 为了替谢卡里讨公道 国内随处都能听到要独裁者下台 甚至在加拿大多伦多 也有民众跨海声援 不过路透社报道指出 伊朗总统莱西 似乎没有要向示威者妥协 还试图把国内抗争甩锅给美国 CN报道指出 伊朗当局残暴镇压 已造成至少458人身亡 目前更有10亿人被判处死刑 谢卡里的悲剧 恐怕还会持续上演 三里新闻系统报道